阿彪彌陀佛 阿彪彌陀佛 我们退市 坐在一起 阿彪本世释迦莫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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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常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尽这闻的手持 面界如来真实地 好 那我们放入口口 好 多谢恭喜 我们今天来学习 《无量寿经》的第二品的内容 这个也是我们第八次的讲座 大家可以欢迎参加这个精神 参加《无量寿法会》的这些大菩萨 大罗汉 以及这个最佳菩萨 而强调这些在家出家的菩萨 以及这个圣文圈的大罗汉 其实我们也知道 这些圣文阿罗汉 他们按我们这个 敬祖宗祖师的见解来说 气氧上他们都是大臣的圣文圈 并且说是真正是 他是小臣的登基 而是现代的这个罗汉生 真正是具体大臣登基 这样一批这个大罗汉 这里的这个经典里边 在第二品内容谈到 这些出家增加的菩萨 都是以普贤大事的 普贤菩萨的行持 作为他们修学菩萨道的一个标准 那么普贤菩萨的行持 普贤菩萨的德能 我们在上一次讲座里面 详细地谈到了 就是普贤菩萨的十大乐王的代理 那么十大乐王呢 这个也是一切的菩萨 修学菩萨道所依据的一个标准 它可以帮菩萨道 菩萨行可以归纳为十大乐王 而后呢 这十大乐王也可以 如果展开的话 展开的话 也就是菩萨道的六度万本啊 十度啊等等等等 就是无量无边的菩萨行愿 那么这些菩萨呢 都是以普贤菩萨的德能道德 作为他们修学的标准 然后呢 在行持过程中 以普贤菩萨的十大乐王 作为自己修学的参照 然后呢 安住在这些菩萨的功德行持当中 就是敌法自律 以度众生作为自己的必生事业 也就是说 这些菩萨在度众的过程中 他们是充满了欢喜 充满了发喜的 不疲不厌的 因为每个都是具足了这种大的实体心 每个都是有大的行愿 那么然后呢 他们能够这个 在十方无量无边的态度 能够实现成佛 或者以各种不要的生存呢 能够度化众生 最终呢 能够自己和这些众生 最终都能够成就佛道 那么在这个金钱的内容 金钱的内容 这个八项成道的内容 八项成道 大家可以看 看金本的是在第六页 在八项成道的第一句是 与无量世界现成等觉 八项成道的内容 我们在上一次的讲义里面 已经简单的祈祷过 就是说 这些大菩萨 他要 只要有这种 圆教的出入菩萨的 这种正位 也就是实性满位以后 到出注位 他就可以分身到十方无量的世界 去做佛 现身做佛 而在这里呢 是无量世界现成等觉 是以等觉菩萨作为标准的 而这里我们看这个八项成道的过程 这个初都会牵 弘圈认华 舍笔千功 降成五推 从右械出现行基 西部等等 等到后面的内容 都是以本师释迦彭一佛作为例子 这些内容我们看到有些同学在读送这个会计本 可能就知道这些内容在会计本里面基本都没有的 这个全部都散掉了 会计本里面自有后面的这个千人归一样啊 这些内容呢 然后其他这些过程呢 因为这个在原意的几个本子 我们现成的本子里面 有这些内容呢 自有这个康森可的一本和唐一本里面 有这些内容 那么会计本里面 他不想的是什么原因 他就把这些内容全部都没有放在里面 而这个至于这个佛的八小承道的过程 八小承道的过程呢 我们一般所接受的都是南传佛法的八小承道 那么大成佛法记载的佛的八小承道呢 在这里我们看它是非常详细 也是和这个我们一般所 一般我们所接受的这些 从小我们这次听到 或者是我们接触佛法的时候 我们所听到有关这个佛的八小承道的故事 在这里就是和大成佛法的记载 是有一点差异的 或者说是这些细节方面 大成的经典里面 像《佛妖经》啊 这个《庄严经》啊 等等这些大成的经典里面 可能记载会更加详细 我们来详细来看一下这个 第一句这个《总在》 无量世界现成等觉 也就是说是这些菩萨在成佛之前 成佛之前最后一个位置的 这些菩萨的位置就是等觉菩萨的位置 等觉菩萨的位置呢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一生补助菩萨的位置 那么他们就能够在 无量无边的世界里面 现成佛这样度重上 他有这样的能力 这里其实我们这个 有些同修在学习 台湾大师的《老三诺诸》的时候 可能已经有接触到这样的内容 可以说是就像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呢 像我们反复我们还没有任何能力 要当去的话 这些菩萨的修学 它到了一定的层次以后呢 它可以不动本处 因为它的报声依旧在极乐世界 然后呢 它的化声可以分身到 无量无边的世界去成佛 去度重生 那么这一桩事情 其实我们看 我们如果说是作为我们这个凡夫的思维 有思维 我们也是很难这个去 比较完整的去理解这些事情 有些同修如果说是有读过《宝侠经》的话 《圣宝侠经》 曾经有记得这么一个故事 我们知道这个 《圣传》里边 每年的夏季就是雨季的时候 看我们现在我们汉塘伯化这次农历的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 有三个月的结像 那么结像呢 在有一次是结像的时候呢 这个活在世 其中呢 这个结像开始的时候有受筹 就是有举行一个这个结像的仪式 然后呢 每一个人会拿一个这个小小的木条 这个手头就是你结像 在这个大供前面领这么一个木供 木条以后 然后到七月十五这个结像的时候 完整以后要盘这个床主的 那就是表示这三个月结像 你在用功你没有出门 因为这个结像我们知道它是挂蛋来的 结像之后呢 算是你的借纳 借纳就增长了一下 那么其中结像的时候呢 这个在圣文僧团里边 文殊夫塞人们参与 他也领了这个仇 这个木供就出去了 这个木供大概就这么长 小小的 这个然后他就说他也结像 因为结像它是现实范围不能出门的 但是整个三个月之内呢 这个文殊夫塞是根本看不到人 然后到了七月十五结像的时候 结像的时候呢 这个大家设它是身为领悦的创作为求 但是结像的时候呢 到最后就是要还这个仇的时候 比如说是你现在你的结像 结了啊增加了一下 算你这个三个月的休学啊 那个非常的圆满 文殊夫塞回来了 回来并且还是迟到了 那么这个大家就看了以后就非常的生气 他说是我们都老老出去之内 没有什么 严格按照阶约在做 你跑哪里去了 那么文殊夫塞就说是三个月之内 他在波斯艺娃后宫里边待了一个月 然后在学堂里边和小孩子在一起都待了一个月 第三个月他在鸡院里边待了一个月 那么这个大家设计说是你这次完全是我们生快乐 耶稣不能这样子了 你这一次把你钉出去 刻出去出去 然后大家可以敲这个剑锤 就是像我们进寺院里面敲这个打着这些木鱼啊 不把他这样的击重 击重要把文殊夫塞摆出去 那么这个词后 其实佛非常清楚文殊夫塞去哪里了 他叫文殊夫塞 你这个词后应该是要显一显你的身体了 你要告诉这些圣文弟子 你去了哪里 不要让他们起来 那么文殊这个词后 文殊夫塞他就进入一种三位大定 就是入一切佛徒三位 入一切佛徒三位呢 就是然后在大家设的面前显现的一身 自己就是什么形象呢 眼前有无量无边的佛徒 刹土 然后那个刹土里边都有佛的说法 都有释迦牟尼佛的印花 然后每一个刹土里边呢 都有文殊夫塞在佛的旁边 正好就是和这个现在大家设 所正好就是所进行的情形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呢 佛流浊寺 你对象是大家设懂的流浊寺 你现在想拼除想开除这个文殊菩萨 你想开除哪一个佛徒的文殊菩萨 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我们看大家 大家设计人他就跟他就 一下就愣住了 然后他就知道这种大菩萨的境界 确确实实来说 不是圣恩罗汉所能够斗策 所能够击量的 因为我们一般我们知道我们大家所理解的 尤其像这个蓝色传佛画里边 一般都是把这个释迦弗仪佛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那间 它有一个真实的家庭 有真实的成长 以及真实受教育的过程 也有真实的涅槃的过程 但是我们知道 在大众佛画里边 它整个境界它是非常宏大 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释迦弗仪佛它在这一个 我们这个苏伯式的硬化的同时 它在其他无量无边的国土同时也在硬化 那么这些国土呢 也有净土也有慧土 那么这也像这种境界 这种非常宏大 非常宏生的境界 反复是体量宏大 罗汉的境界也是体量宏大 当然是文殊菩萨它是知道的 它能够 等觉菩萨毕竟能说 以它的觉悟呢 它能够其量化 很多很多 几乎与佛同时的境界 当然有些方面 它还是以色彭的清真 这也就是告诉我们 像这些等觉菩萨 它有这种能力 在无量的世界 在无量的国土 在无量的岔土 有净土有慧土 自现做佛的能力 好 我们下面来看个经文 我们先看这一段 说 周瀉千 黄宣正宝 舍彼千宫 降神五胎 从右蟹身 现行 踢步 光明显耀 普照十八 如量佛土 六种震动 举身自称 古当与世为无上宗 师凡奉持 天人归阳 四宪 算计 文艺 社遇 伯众道述 惯列成绩 由于后援 讲五事意 献出宫中 色谓之间 好 我们先看到这里吧 那么这里是八小城道的详细的分解了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是在 出在兜碎千 黄宣正法 舍彼千宫 降神 母胎 那么 至于这个八小城道 就是大小城的经典里边呢 记录是 稍微有点差异 那么有在这幅经里边 有入胎 就是有出身 有童子像 还有那七像 但是在有些这个经典里边呢 它就没有这个那七像 没有童子像 就是 灰纳的这个层次不一样 灰纳的层次不一样 那么这里首先我们看 就是 从 辅助菩萨所居 辅助菩萨也就是说是 在我们前提的这些 所有的佛 所有的等别菩萨 辅助菩萨要成佛之前呢 都是在 兜碎千的 都是在 兜碎千的 兜碎 内院里边 宣扬佛法 不是在兜碎千的院里边 可以享受的 兜碎千的院里边 宣扬佛法 然后呢 从兜碎千下来以后 要叫成 母太 也就是说 离开舍 舍离了 兜碎千的这些 这些享乐 兜碎千当然也是 他也是非常会冷 他舍弃了以后呢 叫成母太 这里我们就是有五个问题了 就是首先一个 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谈三界 三界有玉界 有色界 有五色界 玉界里边 这个四千王千和道立签 大家推了一个诗 就是玉界里边 最低的两层签 四千王千和道立签 这个是地菊签 从夜魔签开始 到歌岁签 到这个花乐签 花团子贼签 这是空聚签 就是没有依须密上而住的 那么我们在谈到的 其实就是说 这些古处菩萨 都是在兜碎千里边的 兜碎泪院 兜碎泪院里边 安住 讲经说法 等待成佛 那么为什么不会去 小礼签也不会去花乐签 或者不会去上面的 苏禅签 二禅签 要在兜碎千 这个我们看在很多的经典里边 其实都有谈到 首先我们知道 兜碎千 兜碎千之所以 它有这个古处菩萨 安居的 安住的 类院 这就说明 周岁天 它也是一个 凡圣同居的 刹土 凡圣同居的地狱 但是这个凡圣同居 和我们西方极乐世界 是不一样的 在西方极乐世界里边 凡圣同居 反复是可以见得到这些圣人 见得到福尚人 但是在兜碎千里边 外边的这些千人 其实也是反复 只是它修的福报比较大 智慧比较少 所以感觉是生在兜碎千 但是它是永远都见不到 这些在里边讲经说法的 或者是前来清经的 这些大菩萨 圣子这些佛 这些祝福 因为我们知道 这些古处菩萨 在宣讲经法的时候 这些各界的菩萨 有时候这些天神 以及十方的祝福等等 也会过来清法 但是在外边的这些千人 它是见得到的 在这一点 我们可能就是大家 比较熟悉的一个故事 就是这个 《乌庄菩萨》 《千庆菩萨》 《丁祂十字诀》 这三兄弟的故事 我们知道 这三兄弟的故事 大家比较早的看到 是在智者大师的 《经度十一录》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 大家如果说 有些图片有读过 大唐西区的 就是玄奏大师 他去印度 曲间所说 记录的在印度流传的一些故事 对于这三兄弟的 网生 求生 都算的愿记 是非常详细的 《乌庄菩萨》 以及《四字九》 我们知道 他当初出家的 都是在想成国家圣贤的地狱 比如现在的阿富汗 在巴基斯坦一带 在那个之前 他都是想成国法比较深 那么后来 就是大成国法在那边 流行得非常多 《乌庄菩萨》最初 也是从《一天有故》出家的 他是不信大成 觉得这个故事 不说的 他是在电影中 就是很多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 对于空性的认识 对于大人达意的了解 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 然后他自己都很苦老 甚至都有这种自杀的见头 他前后曾经有几次的闭关 闭着闭着闭着就闭不下去了 然后第一次闭关 闭关三年以后出关 出关以后是在上一年闭关 然后一出门以后 就看到一个老人家的磨针 拿鞋棒子磨针 受到这个启发以后 这个老人家的这么说 鞋棒子 你既要下功去磨 还是能够磨成真的 他又会去闭关 再过一三年 再过三年以后 还是没有办法理解这种风影 又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 又看到一个人 在拿一把刷子的刷石头 他都问你刷 拿刷子刷石头干嘛 所以那个人就说 这个石头 把我下面的光线挡住了 我要拿刷子 把这个石头 刷慢慢的一层一层刷掉 然后他又受到提法 就是说人家拿刷子 把石头一层一层的磨小 我和我还是可以回去再继续 到第三次 六三年以后 他前后闭关于九年的时间 但是以他个人的力量 这种还是一直没有办法 对于空性的理解 还是没有办法通打 所以他也想一直想 见到弥勒菩萨 因为那个石头 尼勒菩萨的信仰是非常的形成 到第三次出来的时候 就是他看到一枪生病的 又老又丑的一枪老狗 并且弘胜都已经是生满了窗 所以他就看到 于心不忍 那个躺在路边 他就割了自己身上的肉 去背了一条狗 然后他看到他身上心疮以后 里边都有虫子出来了 他就怕 他就想把虫子弄掉 然后把他的伤口贴起一下 但是又怕怕把虫子又弄死了 后来他就没办法 他就想到最好就是 唯一不伤害虫子 又能够办法 把这个狗的伤疗好的方式 就是用自己的舌头 去把这个虫子舔出来 但是那个地方是非常脏的 并且都已经用到非常恶臭 然后他就想着狗子太可怜了 就在他要老舌头去舔的时候呢 他的眼前突然是出现了弥勒夫斯 那么这个弥勒夫斯 他对这个 这个弥勒夫斯斯说 我多次想见 一直见到这个时候 你为什么才出现呢 弥勒夫斯斯斯说是你以前修学的东西 这种定力的功夫 你这种大的奔心也没有生起来 那么彥勒夫斯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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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 佑佳寅他也是不信大成佛法 那么乌浊一次又善小方便 说自己生病了 然后来送这个瑜伽斯帝 送这个仙观庄严 并且召他弟弟过来 说他的讲这个瑜伽斯帝论 这个瑜伽斯帝论我们知道 就是乌浊菩萨在清理了 菩萨讲经的技术下来 天心菩萨当然他的更新也是非常好 在没有灰心大成佛法之前 都是有千佛弄主的称呼 做了很多小成的经典 然后呢 对于这个大成佛法他是不相信 然后清完这个千心菩萨的这个瑜伽 菩萨圈讲大成佛力以后 才觉得是大成法的不可思议 那么他的弟弟呢 就是两人的兄弟四字诀 他是修学小成的 并且是正当祖国罗汉的辈子 但是他呢 三个人都发愿 要求生都学了愿 想见瑜伽斯帝论 那么四字诀先划生了 然后呢 多年以后没有消息 因为大家有话说是 谁见了瑜伽斯帝论 还回来以后 告诉这些其他的兄弟们 然后呢 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书门书路 以后去瑜伽斯帝论会熟悉一点 后来呢 这个天天佛赛也老子 天天佛赛在八十岁所圆寂 他去了以后一次很久 很久没有消息 然后后来这个当时很多这些佛 这个学佛的这些法师 有味道的很多 就说是你们这些 你看这个三个人 去了两个人一个到我们回来 就说明你们这个是有问题的 甚至觉得说你瑜伽斯帝论 有一天这个吴哲夫斯帝想听的时候 迷迷糊糊糊中间 见了现金佛赛回来 他说他告诉这个吴哲夫斯帝 他说在多岁千的一千是我们人间的四百年了 我到那边刚从莲花里边出来 然后呢就绕着弥勒菩萨 然后绕着山杂 然后少微跟他了 人家弹圈了一下说我要回去告诉我哥哥 我已经到了多数类院了 就在那边这么一段的时间 到人家都已经很多年过去了 那么这个吴哲夫斯帝 我们那个私自觉的弟弟呢 说弟弟啊 弟弟再多睡前 但是呢和千女们玩的娱乐 我根本不想进去 不是不想进去 进不去 就是被卫边的这些境界 都已经吸引住了 他根本再也不想再去 他就静静去修学了 他觉得静静能满足了 所以从这个多岁千他所处的位置 预解千的位置来说 他下面我们看 这个下面是四千往千 道理千和夜往千 上面是花乐千和桃花字在千 上面这些千呢 就是上面的花乐千和桃花字在千呢 他相对于下面来说 上面的是比较愚痴的 比较暗动的 上面的这两层千 他完全都是福报很大 所生的两层千 对于学法上面 修法上面 解脱上面 他们是再不想去进步 而下面的三层千 四千往千 道理千 以及夜抹千 是非常好意的 千千都是在追逐这些 无欲享乐的生活 他根本不想 有任何的清静文化的这些念头都没有 所以呢 这个佛一般硬化 这个古处五三 都在都水千四 也是取佛法里面真道的意思 要在一个智慧和福德比较中和 然后呢 又相对来说 又有一点点文化的去向的这样的事情 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刚才也谈到就是 都水千一千四 我们人间的四百年 而弥勒佛在成佛的时间 正好是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前以后 或者当然有些人也可以记得是五十七亿六千万年 相当不是蛮多 按这个都水千千人的寿命 寿命四千岁 他的一年也是三十六十五天 这样下了以后 就算下了以后 都水千千人的寿命结束 正好就是弥勒佛萨成佛的时间 这个是他自己 他自己所修成佛道 所要对应的时间 也正好是这个时间 那么另外我们知道 在多水内缘里边的修学这些补助佛萨 他还是在保证他的定会 是不会退失 保证这些在前来清天门法的这些佛萨这些圣者 也不会被这些其他的千界的这些想到说软弱了 所以我们看到 诸多的这些 也就是说 其实也不是诸多的 就是所有的补助补萨 都是在都水千的内院 就是我们从经典里面 也能看到 它是相对的 也说是有他这个很深刻的意义在里面 那么出都水千 都水千呢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在很多的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个 从新加坡我们知道在福贵讲堂的掩培法师 台湾的我们知道斯汀宋导师 还有这个近代的太虚大师 这些都是求生都是内院的 而我们知道这个在古代就是法夏为世宗的 极大神的创临人在我们大船护法里面 像玄奘堂斯 推击堂斯 他们也是求生都水能源 那么早期曾最早的一说就是 吴主沃千辛菩萨 当然千辛菩萨我们看他所做的录著 他的晚年期 其实他的思想是产生很大变化 他是一心求生极乐世界的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 这个很多的 现在很多修学法夏为世的法师 很多军事 他是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不求生西方青春 为什么呢 他们说是这个都水内院比较容易去 为什么比较容易去呢 是因为都水千在我们预计之内 和我们列得比较近 西方极乐世界是在十万亿佛差之有 相对来说距离很远了 所以很难往下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距离上的远近 这个完全是我们海佛的之间 从佛菩萨的能力 佛菩萨的之间上面 这个远和近似 对他们是什么有任何利益 他们只要想去哪里 然后只是一个念头而已 那么他们想去哪里 只是一个念头而已 我们修学进度法 那就是学人 我们也是靠佛的愿力 靠佛力的设受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那么我们想去哪里 尤其我们要往生进去 怎么办 也是一刹那些人 其实毕竟不存在这些距离上的远近 毕竟如果说是我们 如果说是你说都去天 离我们比较近的话 那这上面还有四项 还有这个刀里天 我们是不是下面 我们人道的下面 就是地狱俄为出生啊 这三道是离我们更近的 从反复来说 从人道来说 人道的这种三思更加有一多 其实这个归基大师 我们知道 这个是玄奘大师的高祖 就是法向为师中的极大成者 我们也知道归基大师 这个是玄奘大师取经途中 就是在雪山 就是现在的塔比亚高原 入境的那位产者 在过去加涉和所就入境 等待释迦国这个要成活以后 来进展文化 结果是一入境以后 不晓得多少结过去了 都不知道 那么后来玄奘大师取经的途中 来告诉他 你我现在去印度取经 你先去这个川安宗里面逃退吧 等我回来以后 我来做换你 结果他这个 他的本来想选择往宫里面逃退 结果是选择玉知敬德家的 因为看到了宫殿也是很漂亮 一头的转进去了 所以玄奘大师回来以后呢 直接去找玉知敬德 这个就是唐太宗下了圣子 让他们持家 葛基达斯 就是去家里面 我们非常有名的三车和尚 那么这位华士呢 这位当然是由于他本来 他的分析是非常深厚的 出家以后 对于整个佛法的贡献是非常大 那么尤其是对广下卫生 但是 科基达斯我们知道他 读解过阿弥陀佛经 读解过无量圣经 那么科基达斯对于这个 这个镜头中的理解 其实是非常精准的 那么他比较了这个 都罪天和极乐世界这个差别 他说 都罪天里面真正里说 自有四千年的都罪天的寿命 首先从生命的长短来说 而极乐世界是无量寿 这一点上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呢 是因为即使你的都罪天 你有四千年的寿命 但是对于修学成佛来说 那还是不够的 我们知道祝佛要成佛的话 就是经过无量节 有无量节的时间 三大八三起节 有无量节的时间 四千年其实在漫长的出三道的 修学过程中它是非常非常短暂的 也就是说四千年是 成果是不够的 修学是不够的 那么自由到了极乐世界以后 你得到无量宝宿的时候 这种寿命以后才能保证 你不会退了 因为不然他要一脱退以后 你又来得似乎有功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情形 那么第二个就是 都睡天里面从所据的赖外运行 这一点上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 说是弥勒菩萨的上三经 下三经好像没有谈到这些赖外运的说法 其实不管赖外到底有没有这个愿强 这个是我们的理解 这个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 都睡天内运里面这些圣证 这些菩萨能够见得到弥勒菩萨的这一人 这些都是大菩萨 而见不到弥勒菩萨的 这位边的 虽然说是没有一道围墙在那边 那些其实都是白夫 都是白夫的人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 极乐世界 仕途其实是打通的 凡夫往生 在凡圣同居土 但是能够见到暴徒的佛 见到十方庄严处的菩萨 见到方便有遗途的罗汉 而往生到这个都睡天的话 你自能凡夫 只能见到凡夫 圣者只能见到圣者 圣者能够见到凡夫 但是凡夫也要见到圣者 而我们一般的求生都是反复的往生 所以在多岁人员 在多岁人员 在多岁人员 是非常容易迷失的 就像狮子爵一样 那么另外我们看这个 佛吉达说是从这个 境界的慧敬来说 所以多岁人员 见到这个弥勒菩萨 他才能够见到这些圣者的境界 才能够发起这种修学 清静三页的各种备要领来 就是你必须要进去以后 才能有这样的助力来 帮助你修学 而在多岁人员 这一切的天人的享乐 都是让这些反复众生堕落的 都是让绑住反复不能进去 然后让他在那边享受 享受自己修学所感得的 这些天道的圣果 想完以后呢 就直接堕落了 而极乐世界一切的环境 它都是清静的 因为这一切的正报 一报一报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 不存在这些软着的环境 让我们生起胎乱爱欲的环境 这个我们在后面都会 无聊空间里面描述 都是非常的清楚 香风吹来吹个风 都是在让我们解脱白浪 洗鸽子都是在减少我们的汉春痴 鸟在唱歌都在说法 整种的一切的医报环境 都是帮助我们修学的 然后呢 从这个申报上来说 说是千中正报 南与两树 正相染卓 仗诸道业 所以这个东西签 以及玉解签 色解签都是如此 那色解签当然是到五湖缓迁 到这个四川以后的境界 染卓会相对的有不少很多 但是在玉解前来说 玉解的千人是有难有语的 互相之间是有贪爱的 虽然说我们看到千人的贪爱 互相有了爱欲以后 他不把不一定是身体上的接触 但是他呢 其中间依旧是有的 有时候就是窝窝手啊 有时候眼睛会液啊 或者是一句语言啊 他的欲望都不得到满足 但是呢 这依旧是贪窝的因 依旧是这种 遇亡没有断属的显现 而在极乐世界里面说是 都是大道父生 这个大道父生都是佛生的 脱得三十二校 八十岁年号 都是精光能量原生 所以呢 都是清净无然的 科技大师再分析他说这个 从啊 种子现行上 也是有差别的 在多岁天啊 种现之破俱形啊 所以是我们这个造作的 无死结义以来 我们的恶业的种子 在天界里边呢 依旧会显现 善业的种子也在千界里边会显现 也就是说 我们的习气有多重的话 在千道 我们也是随着我们的习气在做的 那么所造的依旧是 这三界龙毁的因 三界龙毁的意义 而在极乐世界呢 唯一种永无献祸 就是我们虽然有这种 恶业习气的种子 但是由于极乐世界 整个都是佛的境界 都是佛所变化的 清静无染的佛徒 我们恶业同志是永远不现行的 所随性所显现的 都是我们清静的佛性 所以从这一节套来说 就是差别是非常大的 第六个是静会修义 就是若生千上 多有男女 惠丽行为多不免费 很极乐 使惠丽增强 即觉欲行 违转 违转禁修 由于在天界里面 尤其是遇见天 求生兜睡千以后 如果没有进到那院的话 见不到这些圣着佛萨的话 在兜睡千里面 就是有来有女 并且兜睡千里面 得生兜睡千都是由于福报比较大 智慧来说是比较弱的 修的福很大 但是修的会不够 所以呢 退断是肯定的 但是呢 极乐世界呢 我们往生以后呢 福报也会增加 汇率也会增加 所以呢 是肯定是资金不退的 这对于这个凡夫 以及这个小菩萨 甚至包括这些出国罗汉的修行 都是非常重要 第七个 是戒非戒 那么这里这个 规矩大师说 是上三高岁天 还没有离开遇见 火灾恶其 雇免焚烧 如三十一方 由此再戒 水火分等灾 亦不能害 什么意思呢 例子说 在这个 整个世界要截灭的时候 这个水灾分灾火灾 最后显现的时候 这个到一个世界 可能就会碰到这个 这个灰结封结的时候呢 都水天肯定会受影响 这个火灾都可以烧到 烧到都水天去 水灾也会 水灾也会 都水灾也会 但是呢 极乐世界 因为他永远离配三级了 这些小三哉 大三哉 都不会对于极乐世界 有任何的影响 第八个是好丑行归 所以说是这个 身在天中 蓝语不同 好丑 输意 若生尽叉 子摩今生 一类灵眼 巨章不相 千人 虽然说是 比我们反复要好看很多 不管是蓝语 但是呢 由于他们所造的 叶因子不一样的 他们过去时的叶子不一样的 所以呢 每个人的相貌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佛的经典 其实在这一点 讲得非常清楚 相貌的庄严是由于 过去修人禄行 安人 相貌的丑陆呢 是由于过去 正常心太重 所以呢 感动我们的形怀是有差点的 心太红了 生气也就红了 两双腿往来一次 我们往来两双腿走路四代 那么心红了以后 身体也红了就变成四条腿 那么 那就进行出身道路 那么 千人也是如此 由于他本身 他过去是有这种造作的叶因 每个人的叶因 又是有差别的 虽然说大气的福报 差不多 他们感觉 身在兜水前 但是呢 好处还是有差别 好处有差别 这个就有问题了 就像我们现在 在我们这一个社会里的生活 是一样的 靠脸吃饭的人很多 然后呢 找的比较丑陋一点 从小到自己 弄得好看一点 然后可以整这里 啊 动哪里啊 就是在这个上 花了很多的钱 那么 笑话的差异 也会造成 我们这个本身 心理上的差异 心理上本身 对于有种不平等的感觉 啊 甚至有些人都觉得说 我的父母亲 为什么把我搞这么来看 他没想到是自己 过去造作的叶因 感到现在那样的父母 然后增加相貌 是这个样子 那么在极乐世界 这个也不存在了 每个生出来以后 都是莲花花生 莲花花生以后呢 都是怎么真心色神 所以在这一点上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相貌的统一 相貌的一心 当然呢 那有些人觉得 就是那不是和那个 老爸一样的 那些人 机器人看着就是 从膜子里面压出来的 也挺恐怖的嘛 可能出来 但在极乐世界里面 互相之间它是有感应的 因为本身已经聚集了 三明六中 生相没有差别 是要表明 我们过去的业 全部在对点上 阿弥陀佛放 先把这个摆平了 然后呢 生相没有差别 我们心里状态 才没有那种传说 然后呢 生相没有差别 并且呢 我们的享受享用心一样的 这就像我们 在这个世界 我们的身份不一样 家庭出生不一样 我们心里也是 那些事它就不公平了 在极乐世界都不存在这些形象 这个佛都给我们给一下好了 然后呢 所修学的 这些大成佛法 都是一成的无上菩提法 最终所成就的果位呢 都是佛的果位 不是二成果位 也不是辟子佛的果位 所以从这种种的差别上面 灰激大使这里告诉我们 极乐世界是非常俗胜的 第九个灰激大使这里说 舍僧不同 舍命僧迁 去多岁类院 没人来接迎 无人接迎 论僧禁国 慎重来迎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 你看这个 阿弥陀佛特别怕 第十九月 他亲自来迎接 或者是往生品位的不同 上品是 报生活来迎接 中品呢 下品呢 化生活来迎接 并且呢 你看这个上品 报生活都是 以及 报生活和化生活 签化生活 那么中品下品呢 我们看到这个报生活和这个观音菩萨 福贤菩萨 这下品呢 他也能见到佛 把佛的化身 佛带我们去的 这个有一个引路的人啊 有一个引路的佛啊 尤其是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就出门失落 不会是错落 不然我们看这个 我们一出门以后 都是两眼发飞了 一坐上飞机都飞了 拉着去我们都不知道 有可能就失踪点了 何况是要去这个 这个啊 得了我们好多成千 滋味的都税能源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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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是很肯气 苏联助益 就是大致上告诉了我们 怎么样去做 才能够升到都税前 而这个劝往生净土的 往生极乐世界的金融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就是实际上的 那就是实际上的弥陀在多种经典里面 不住的劝勉 让我们发现就算 那么通过这个其实这个 这个 对于 都税前和极乐世界的比较 我们 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 有些同修也是 有些接触净土法门 接触了几年 这个以后呢 又清楚人家说都税前不错 觉得极乐世界这里不好 还是不好 或者是黑眼 或者是 然后就想着 那我对求生都税来愿吧 那么这里 佛基大师他可思为 华教为适中的祖师 他的告诉我们 极乐世界可思别 都是一些好配奏 那么不仅仅是像佛基大师 其实我们看到在很多的这些 我们现在的很多祖师 包括这个智治大师 包括这个唐教师 和道经法师 善道教师 他们又 其他的补充 就像那个 相对于极乐世界来说 都税前的千人 他的神通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极乐世界的菩萨 还知道了极乐世界以后 都具足了 都具足了六神通 那么这些像这些 具足了菩萨的神通来说 对于我们的修学 我们的渡身 我们的渡身 来说的帮助也非常 非常的有帮 这个很大的 不然的话 你想去渡人的话 你不知他心 没有他心痛的话 没有宿命痛的话 你都很难 祈料这个人 到底是什么来疼 那么包括这些火爆的书上 这次高音和善道 是穿着念火镜里面提到的 千人的享乐 虽然说是多数内悦 它是非常吸引人 吸引人来说 是对反复来说的 这像我们现在 同一个经济不好的四伙 我们假设初心 我们三十年前 五十年前 我们刚刚见过 非常恐怖 然后现在我们见证的不错 我们觉得现在很不错了 那么有些家庭比较差的 然后到了一个好的家庭 觉得说现在也很不错了 那只是一个凡夫的眼睛所见 凡夫的生气所享受的而已 到了从我们凡人道的境界 到多岁乐愿 到多岁千的境界 那感觉上来说 那也是我们说 哎呀反正到千堂 感觉很不错 但相对极乐世界 差别太远了 极乐世界广告的殊胜 因为他们一些 都是佛的国内上的境界 那么另外来说 这个智者导师谈到一个 他谈到 其实要求生都是那愿 求生都是一些 都是不容易的 不仅仅要做五戒 要求十善 并起来 还有一定的定力才可以 行众三位 深入镇定方式得神 要有一定的定力 福报要求得很大 有一定的定力 所以我们可以谈到 你看这些千人 他的福报很大 智慧比较少 智慧比较少 就说明他修过定了 不然的话 他智慧是非常长 非常保障 或者是没有智慧 你看我们看到 人道里边 求生道里边 福报很大的 求生很多了 但是非常远斥 那说明他过去是 根本没有修会业 没有修定义 那么通过这个流失 我们知道了 就是 其实这些 不管是天台的祖师也好 像 为师庄本身的这些祖师也好 都告诉我们 在所所见的说 求生多岁是不容易的 这个到多岁岁以后 你不一定能不进去的医院 进去的也就是说 你不一定能不见到圣者 见到菩萨 而相对的说 求生极乐世界 比求生德国前二文银太多了 那么这里谈到入太相 出道的这些宏宣证华 然后 舍比千功 将神母派 在经典里面谈到 就是释迦牟尼佛在都税内院的时候 他叫护明菩萨 保护的护光一能明 那么他在都税内院里面 依旧是在讲经说法 那么要讲经说法 也当然是也是很多的大菩萨 包括这些迪士千 大凡千千主 经常都去清经的 在千宫里面也没有休息 在这个都税内院里面 依旧是以度化千道的众生 作为自己的置业 然后他观察到 他的时间成熟了 因为他曾经发愿 要在人寿百岁的时候 来到所有世界度众生 这个我们看到在《悲华经》里面 《悲华经》里面 诸多的大菩萨都发源 都是在净土成佛 都不愿意来我们这个会土来成佛的 会土的众生 本身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心形 身口一生又不清静 所以感到我们身的这里 我们身的这边 由于我们又是身口一夜 不清静又造作无量无边的恶业 以至于我们现在是简洁的时代 但是在所有这些大菩萨的方愿之后 唯有释迦佛那时候叫保海繁治 或者保海菩萨 他方愿要在浊世 在仍受本穴的时候 来度这些祝福都不想度的这一批 所以他这个舍千公教程舞台 教程舞台 他都是从大成佛经典的记载 都是骑着绿亚悲笑 然后摩耶夫人做了一个梦 梦到绿亚悲笑 就是说这个是六分清静的意思 标字标法的意思 进入到他的圣器里边了 然后就有了用家 那么摩耶夫人这个 如果说是我们读华言经 一些同学可能也读过 你看才同志 他在五十三餐的时候 也有摩耶夫人 他也不是就是我们大家所看到的 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 他也是菩萨在来 他在英帝就是发愿 要做亲佛的母亲 要做十方祝福的母亲 所以他发愿以后 你看到这个 沪明菩萨 就是释迦牟尼国 他的前生 他入母太以后 在摩耶夫人的母太以下 他依旧在讲语说话 那么十方世界的这些大菩萨 依旧到摩耶夫人的这些 这些身体里边去侵法 但是侵法呢 他没有这种狭窄的感觉 这就是华言里边的 一切一切之一的境界 大小介入的境界 摩耶夫人所正的这种境界 所体现的 其实他也自己这种 大的整个菩萨在来 他才能够有这样的启能 启能有这样的能力 有这样的变现 并且你看摩耶夫人 这个回她以后呢 就是整个的家庭的卫国 都有各种各样的罪项 他这个当这个回上这个太子以后呢 他的他的智慧 也是增长了很多 我们在前面讲述舍利弗 他的母亲回上舍利弗以后呢 他母亲的辫子 突然变得非常地厉害 那摩耶夫人也是如此 并且当时有很多这些 其实生了很多贵病的人 北方求医都看不好的 摩耶夫人去给他摸头都能好 他就是降生母黑 我们看他就是有这种 摩耶夫人有这种叫 致幻三昧的这种大定 有这种能力 有这种神通 所以呢 圣子我们看到这些大凡千 地诗千都到他 都到这个摩耶夫人母胎里面来供养 这种供养父子 都能够做到这些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入胎 选择入胎 他也是不是说是一般的 他是随随便便去专定一个 女人的身体里边 有这种神了 首先他要观察 他入胎的时间 因为他在多岁千里边 多岁千里边呢 他要知道 自己是在人寿百岁的时候 要留胎 这是一个时间点 然后呢 再观察国土 因为这个国家里边呢 老北西医院对宗教要非常的沉浸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述古代印度 这些他的文化的时候 印度没有被这些亚利亚人征服之前 他都是一个宗教的国度 那么被亚利亚人征服以后呢 虽然说是以波罗门教 统治整个民族 整个社会 形成现在印度的这种 种性制度这种文化 但是呢 宗教以及修学 修学任何宗教的人 在印度都能得到中心 那么在人寿百岁的时候呢 大家都是比较看好 对权势 对这种权力是比较承上的 所以呢 他是选择一个国王的家族 中心 那像弥勒菩萨以后 他在要成活的时候 那个时期呢 大家都是对于心学 对精神生活比较通常 所以弥勒菩萨是选择 进入波罗门的一项 大波罗门 那么对这种种性制度 我们知道对于整个的印度的社会 它是还是影响非常大 出生基建的人呢 在今天都是如此 都是你看随意都会被放在处死 对于私刑的 并且出生基建 这些阿卡尔宝 这些最底层的建民 到今天很多都没办法去读书 去上学的 住在一气子之后汤里 也不能跟大家住在同一个村子里面 都要搬到旁边 风吹了以后 他们都不能住在上空口 要住在下空口 这就是鸟 我们看到这个三千年过去了 我们的印度到今天都是如此 那么这个另外一个 就是在观察这个牲畜的时候 就是它所生的地方 就是在整个 整个它所出生的 这个环境里面 因为加比罗魏国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 但是加比罗魏国是在国内印度那个时期 是当时印度大大小小住国里面 算是最民主的一个国家 在那个时期他们是有权举的 国王是非常仁慈的 但是那个时期是农业的一部 所以他选择这样一个地方 他是整个党又 大家都非常爱好和平的地方 这个就是和我们反复的出生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被这些我们的业力所推动 我们来的时候什么样子 进入哪一个胎 我们欺负我们 一头钻进去以后 出来以后 有可能就是牛啊 有可能就是马啊 有可能就是蚂蚁啊 老鼠啊 完全是被我们的业力所掌控 但是我们看到那些等觉菩萨 这些清道法生大士 出著菩萨 他们都是可以自由选择 并且知道他自己所出的地方 他自己要做什么 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这里有一点 其实像这些等觉菩萨 补助菩萨 他们要来的时候 他们要化身的话 他完全可以 他为什么要一定要入胎呢 我们看到佛内讲到这个四僧 有胎僧有卵僧有师僧有化身 他要化身而来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 我们有些这些历史上 有些法师 就像哈三世的这些来的四国 本对是随意会到从哪里来的 然后消失的时候 谁也不知道从哪里去 神僧传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方僧 既是不想 确实说不知所踪 但是佛为什么要特别要有这种四限 从胎僧传里面的感觉 本来对大家的感觉中 胎僧是不干净的 从我们反复的眼界来看 这个佛在这个念凡定里面其实也谈到 就是选择以胎僧出现不是化身出现 它是有 也有好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来说 这个就是说 它是选择胎僧 它是和我们人是同类的 不是说你来的时候是欠人吗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未欠人吗 本身就是搞得和我们不一样 大家对你另眼枪看 或者是往你看太高 或者往你看太近 与人同类的话是容易接引他人 另外呢 我们看到他的选择的时候 选择是选择这一个国王的家庭 国王家庭呢 就是告诉我们 他的福报是很大 他所修学 他感到的福德是在国王家庭出身的 而不是说是选择一个非常基建的职业 或者一个基建的种姓 因为现在我们有时候谈到这些某个人出家 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社会上的成见都是 哎呀 家庭不前去了 或者是遇到什么感情上坐着了 等等等等 然后他去出家了 那我们看到佛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恰恰这些感觉 佛萨它是相反 他要在这样一个大富贵的家庭出身 然后要舍弃这个家庭 告诉我们修道 修道是要放弃 不是占有的 那么另外 他是以这个王子太子的身份出身 自变于国王来顾持佛法 并且我们看到佛的一生 实际上也就是他所显现的一生 虽然说他是成佛了 但是呢 我们看到他对他的父母亲是非常宗敬 有来历的 有父有母和没父没母的关系不一样 他也是以他的身份告诉我们 怎么样去行效的 所以你看这个静败王 把静败王往上以后 佛都亲自去服官了 他成佛以后 首先做的事情 在这上身高利前 为母亲说法 暴风 暴风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 就是佛爷 他是存在王族这样的家庭里边 就是熄灭世人 对于这个佛 以及对于出家的身份的侵卖 还有呢 就是他出生在以人道的身份出生 因为化身的话 大家有可能会成功 别人也会造各种各样的口业 还有一个 佛有生 他必有入灭 必有灭 他有一个入气存在 所以佛的悲心 就是从生前到生后 处处所考虑的 都是要度众生 他有父母 他有这个生气 因为化身有 我们知道他要化没有的话 他有一次遗传也就不见了 但他如果说以为肉身的话 你看佛爷他以后 他有自己 他自己用三位政府 然后帮自己粉碎 来火化 火化以后呢 舍利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么这些舍利 当时巴通舍利 能够两岸这些一个大的国家 都来一方舍利 然后到后来 你看佛法会四方为推广的 是阿玉盲 派这些他自己本身国内的臣子 向整个我们所有世界 到处都去对着舍利去见他 在我们中国记者有十九个地方 都有阿玉盲 有宋舍利国的 都有舍利他存在 佛的舍利 包括我们前两年去过的 一部阿玉盲的舍利他 现在这两个刚刚发现的 来进分干四的舍利他 就是他留舍利下的最后 虽然说他污蔑了 但是见舍利又见佛了 他一定要以这种方式来度化 和他有缘的东西 那么最后一步 我们知道这些祝佛应试 其实他所显现的 都是佛我们法徒中生理 要无二无别 他必须要从人道出现 所以他都是从他一生 这个角度来出现 那么这个在后面 这个降开以后 第二个就是出生效 这个要出世了 出世了这一点 这个在评解里面 我们看出是从右卸身 然后现行七步 光明显耀处照十方 无量佛土六种振动 与身自称 武当与世为无上宗 师凡奋斥 千人归 那么首先 这个选择在摩耶夫人 作为母亲 在尽办法作为父亲 然后到了要出生的时候 我们知道古代印度的传统 就是孩子要出世的时候 必须要回娘家去生产 我们在前面讲到的 为周灵团托 因为他的哥哥 都是在路边身的 所以大陆身小陆身 他的名字都是大陆 陆身的意思 路边身的意思 所以我们知道 在古代印度 有很多的孩子 大陆可能就是在路上身的 有时候 本身辽家如果比较远的话 周灵团的话 可以系统来 因为他就有可能先跑出来了 那么这个摩耶夫人 她这个混合以后 依旧是这样 就是她这个要婚姚家去生产 然后走到南比尼的时候 南比尼的时候 就累了 其实南比尼在当时 是经败王的一个行宫 大陆经典别的记载 然后在那边 就扶着无忧树 在右蟹下生了太子 生了无名菩萨 那么这个就是又有点 好像是有点很神话的感觉 觉得说是这个 人怎么会从这个格子窝里面跑出来 我们看其实这个摩耶夫人 从她回来以后 那个时候 她反映 对于自己的要求是很严格 就是每天都是说话在接 并且在 在甘肥表尾华都产生了很多 这种非常极强的景象 那么到太子出生的时候 其实她也是一直都是持在一种非常愉悦 非常幸福的状态 之所以谈到这个从右蟹身 从右蟹身 这个首先我们知道 这个是谈到 又是我们谈到印度的这个种性制度 从印度的种性制度来说 这个俄罗门这个第四阶层 它是从这个大凡千的嘴巴上出来 贵族阶层 国王阶层 也就是差地利 是从这个大凡千的双臂 或者是腋下层出来 那么匪射 是空腋层 这个空心阶层 就现在中产阶级了 那个就是从膝盖层出来 那么最底层的手陀螺 这个是从这个比较低剑的工作 是从脚底层出来 另外它也有一种剑 这一类呢就是根本和大凡千的 就没有任何划过的 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些 印度的这个四个种性自卫的 还有一个阶层 就是非常可能 那么首先 它之所以我们看到 像那个印度波罗门的记载 圣典的记载 以及这些印度国王基斯 贵族阶层的记载 它大多记载都是 他们出生的时候都是 如果是波罗门 就说是从嘴里生成的 如果是哈地利 就说是从那个壁上 或是右下下生成的 这个首先是 说明什么在印度这样一个 种性制度决定一切的 种性制度是决定了 你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你要住在什么样的地方 你在以后可以和谁结婚 那跨越种性的这种风音 是在印度现在都是受美式的 如果是跨越种性的风音 如果是乡下的 他们都会用死刑 用石刑 就是拿石子会办杂死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 一切的一切都会打上了 这个种性的这样一个印记 出生在印度从古到天是如此的重要 那么如果是从反复的 从我们一般的历史形象的 这样的记载理解来看 首先一个从右下上就可以肯定 它是贵族结策 国外结策 那么当然 从大乘佛法的不可思议来说 当昆明菩萨进入摩耶夫人的身体 本身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愿望 只是摩耶夫人们到了一个象径 大北象 对了北象 然后出来呢 那怎么样出来 这个是菩萨自己的事情了 他其实从哪里都可以出来 选一个比较干净的地方 对他来说 那是非常的如意 非常的自贼 那我们看到松空都是可以从道出回乱跑的 何况是这些很绝有菩萨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就是这个等觉菩萨 他的出生还有成佛 从右下身 这是从反复来说是很难理解 但是从大乘佛法的角度 从圣人的角度 从菩萨的角度来说 这个是太容易了 非常非常的方便 当然就是可以做到道末 那么做到然后呢 他是出生以后 一生下来 生下来以后呢 他没有说是哇哇大叫 我们现在有个小孩子生下来以后 如果不哭的话 那个医生还要贴看你巴掌 把他打哭 哭了以后说明这个孩子是正常的 不哭说明这个孩子不正常 那么何出生呢 这些等觉菩萨出生呢 他一生下来他都会走了 现行七步步步莲花 每一步都有莲花拖着他的脚 那这就是菩萨出生的不可思议了 也是另外一个角度了 但是有一点 为什么走到七步 不是走六步 不是走八步 不是走九步 所以在这里面你看这个七 他也是有圣神的毅力表达 走六步 六寸说明他依旧还在六道里面 往前迈出一步就是超出三界六道 七就是解脱的意思 那不仅仅他要处理三界脱离六道 他也要带着其他的众生脱离三界六道 那为什么不是走八步呢 八那广东人去发财了 九步呢 又是我们的长长久久了 世界本来就不长久了 五场才是正常 才是正常的情形 那么走完这个以后 现行七步以后呢 光明显耀辅照十方 就是太子的身上 就是各位菩萨的身上 放出大的光明 大的光明 辅照十方世界 这个就是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祝佛 祝菩萨 他都知道 有佛出世了 我们看到这些佛 菩萨在说法的时候 成佛也好 有大特别是法会的时候 他不像我们现在 要发个短信啊 还要打电话啊 或者是放置来分广告 他只要一放光就可以了 然后同频道的 他接受到的就是 啊 成佛了 所有世界 成佛丁佛出现了 或者他有什么法会了 那么他就能接受到信息 那么当然是 这些佛不在放光的时候 我们这些反复 我们自己也都没感知 我们看的 这是一个小孩的地方好 所以这都是佛随顺 我们所显现的情形 不能搞太特殊了 搞太特殊以后 大家会觉得 你本来又是一个圣者在来 那么修学来说 都是做样子的 那么佛出现以后 那这里就是谈到这个 无量无边的佛土 无量无边的佛土 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所有世界 都是其他的佛土 都有震动的锐效 当然这个震动不是 不是这个地震 震动呢 一般谈震动 就是从实践上来说 就是谈到六十的震动 就佛陀入胎的死活 等于佛陀入胎的死活 出胎的死活 成家的死活 成道的死活 第一次讲经说法 主要把我们的死活 导致也盘死 反正六十的世界 都会有震动 另外一个同方位上来说 六十的震动 就是东南西北上下 它都震动 还有一个就是 从这个震动的向道上来说 动用震 就是我们看了 有时候这个动 地是摇摇晃晃 有时候这个震是像波浪一样的 有时候呢 震确就是震是小节奏的 然后呢 激吼爆 这个是震动出现的声音 这个我们就是谈到那一点 你看我们又谈到 我们大乘佛法的记载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出生 农历的四月初八 农历的四月初八 这个记载最早是出现在周书 周书一记 周常是这个记载 公元前周章王二十四年的时候 也就是公元前 这个就会有十七年 就是距今三千年前了 那一天的农历四月初八 整个的 就是佛出生的时间 当时的国度是在洛阳 整个的洛阳城里边都是香气密漫 并且了很多干涸了几十年上百年的泉 突然都冒出泉水 地死微微的广动 当时呢 周常觉得这个是非常奇异 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就问当时问这个太史 就是善官千象地理的这样一个官员 那么太史呢 他叫苏尤 姓苏 苏联的苏 尤是尤来尤 他告诉这个周章王 他说这个是西方有佛出世了 然后呢 他的教法一千年以后会传到我们的正代国 传到中原 所以从正常那个时候 祭祯到一千年以后 正好是汉朝时期 汉明祭时期 汉埃及时期 正好是一千年以后 所以从我们现在 我们大成佛法的祭祯 你看佛陀到出生到现在是远远是三千年 超过三千年 三千多年 当然从南传佛法的记载是今年是2560年 2560年 那这个是1950年 1951年 在斯美兰卡 在缅甸 把那斯陀就是世界国教余议会 推进 最后大家就说是一笔2000多年作为记载 因为他们的记载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证据 都在向我们大成佛法的记载靠近 包括去年刚刚发现的 在阿富汗马出的 那种非常古老的佛寺 那是2600多年 2700年 并且所有的佛像都是大成佛法的佛像 建陀罗的造像 这个建陀罗的造像 我们知道是古希腊 以及当时在北印度 就是经线的阿富汗 以及阿富汗和巴西斯坦交界的地方 那一个地方的造像 就那些寺院 那些金像 都已经交界2700年了 然后我们看前面 还有一个阿富汗 就是在南平尼 南平尼地下 南平尼的很深的地方 有巴西斯坦交界的一座 是摩耶夫人的神医 这个祀员 今年摩耶夫人的神医 那个比我们现在所记载的 这个佛教的祭祀 是要长两百多年 我们看到佛典里面记得 就是佛像的出现 是佛灭盘以后一百年的事情 大量的流行 然后如果说是我们这一把 天内推这个 加上这么两三百年的话 其实它正好都是我们 大乘佛法的记载 远远佛教的产生 远远不自两千五百多年 而是将近三天年 那么以后还有可能会出现 其他的记载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是我们大乘佛法 是小乘佛法上面发展出来的 那么现在有些大乘的经典 大乘的这些造像 反正都比小乘的早 谁发展谁像 所以这一点上我们 所以之前由于我们现在这些 发现的这些古地比较少 然后由于我们本身这种 现在本身这种科学都是不发展的 然后现在科学越来越多的证明 当然佛法所说的 完完全全是越来越多的事 对于这种科学 现在的科学 现在的科学 不太在证实 佛所说的 是一点都不错的 所以我们对大乘佛法 一定要有信心 那么出现这种震动 当然这种都是吉祥之项的 所以从此以后 我们看上我们就记载 龙历四月初八 是佛的诞生日 所以一直几千年来 流传到现在 那么震动 为什么要有这种震动呢 佛的出现 不是说是要显示 它有多大的威力 这个是要告诉我们这些生生 佛出现 这是一种非常吉祥的症状 也是告诉这些天魔味道 让它们产生恐惧的 佛出现了 正法要出现了 人间的眼目要出现了 世界的灵灯要出现了 大量众生要从三界里面 跳出去 要得到几波了 那么另外呢 震动当然也是告诉我们 这个星球 社会毁灭 四大土空无用无我 国土是非常微脆的 你看这个大的地震之后 有时候整个山都会陷下去 整个地都会陷下去 前几年日本这个大地震 311地震也过 日本国土面移 当时都少了700多千万公里 整个地面都陷下去 正法就是一个新加坡的面 所以佛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告诉我们 这种出现 不管它的说法也好 它的震动也好 都是有表法的意趣在里面 那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世界震动 而是无量无边的佛徒 净土也好 惠土也好 他都能感知到 一宗佛的代理生 这是一种非常奇特 非常了不起的大事 法界里面都有这种音讯出现 这种信息出现 他是以这种方式告诉他 这个所有世界有佛出现 然后这位佛徒出生以后 举身自称 武当与世为无上宗 不行 七步步步连花 然后对当时这个人千中尊 他说 我在这个世界上要称无上宗 称无上宗 也就是要称佛的意思 那么无上宗和无上师 这个是始终佛的德号之一 就是受人千中尽的意思 最终最贵的意思 那么这里我们一般所看到的 就是说是佛出现 他会一手子迁一手子弟 说天上天下 唯我独宗 那么有些人不理解 说是这个是不是太狂妄 太自大 你看我们看到这个传宗 有些公案里面这些传室 就是我要是看得到 当时这个释迦老子 在那边喊天上天下 唯我独宗的话 我一棒子把他打死给喂狗吃了 这个我们知道 就是对于不同的根基 对于不同的众生 可能这句话的理解 大家都是不一样的 当然 首先我们知道 这次佛子告诉大家 他要在这个世界里面 他要为他独宗 确确实他要高于一切 他是毫无恐惧的 具足信心地说这一话 因为他所知的 所正的 经过无量节的修学 所见的整个宇宙的真相 整个人生的真相 是其他一切的众生 所不能比的 那么另外一个 唯我独宗告诉我 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我 我们的佛性是最终最贵的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 虽然我们在龙转 我们的佛性依旧没有失去 只要我们能够回归 我们能够回光盘照 我们能够回佛师 我们都还是能够成功的 那么还有我们看到 这些禅宗之所以 这些禅宗 那么讲因为 他是要破除一切偶像的 不要向欣慰去求 知道我们自信 本来是具足一切 具足万能的 所以他要把未来的一切 佛来佛展佛来佛展 然后逼则 他本身所具的真性 本具的真性 然后是那灵光音念之间 能够崩发的 当然这些是对于 这些根性非常深厚的众生 对于一般人 你就是佛下双光了也好 或者是头打破了也好 他是不切任何作用 他一切是看得懂 所以这里谈到 所举身自称 我当于世为无上宗 就是他要这个世界 要做火 要广度一切总成 然后紧接着 师凡奉事千人归影 师凡奉事千人归影 那么这里就是 因为我们看一般 南传的经典 也谈了这因为没有提到这个 这看到就说是 千人有赛花的 然后呢 有各种各样 甚至有千花 有音乐出现 但其实呢 在这里 这是大臣的经典告诉我们 大臣经典告诉我们 这个太子诞生的时候 是地势签和大胆签 用他们最柔软的 最尊贵的这些筹户 他们的衣 他们的宝颈 来把它接下来 捆出来 释凡奉事 并且呢 对他非常地恭敬 因为反复众生不认识 只以为这个是一份 普普通通的婴儿 最多就以为他只是一个 国王的配子而已 但是千人他是知道的 尤其是地势签大胆签 作为签主 他有这样的德能 他有这样的神通 他知道这个自两夫妻的大事情要发生了 然后他也是要以这种方式来修恩 来积功来得 他们以身四半 接太子来到这个世界 并且呢 他们还要税领他们的牵众 这些男女啊 这些仙女啊 等等 那么在这里大神经典里面记载了 就是太子出生以后 在南平民园里边住了七天七夜 然后呢 摩耶夫人就命中了 这个当然不是说是他的寿命 这个我们一般所理解 就是他这个难产 这个生孩子早产了 然后就这样母亲来命了 这不是这是因为摩耶夫人 他在菩萨世界 然后呢 由于佛的诞生 他的福报太大了 人间没有办法让他去想这种福报 所以呢 他要上神兜里亲 那兜里亲啊 甚至我们看到后来 后来佛其实你看成佛以后 对母亲去说法的时候 对摩耶夫人说法 其实我们知道 当时一天摩耶夫人 他也是以菩萨的身份 当时一天修行而已 对母亲所讲的孝经是什么呢 佛成佛以后对母亲所讲的经 我们非常熟悉的地藏菩萨宝原经 那么然后还有一次 就是他和母亲的任务交集 我们知道这个是在佛将要成佛的时候 那修苦行之后 饿得疲惫过的时候 每天日中一时到最后 最后只有每天只吃一麻一素 摩耶夫人特意到福听林里面来探望他 还有一次呢 在今天里面我们看到是在佛涅盘的时候 摩耶夫人她也是非常的伤心 知道人间的灵灯要闭了 人间的眼睛要闭了 然后他和佛有在我们这个世界有第三次的会灭 那么这里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太子的诞生 因为大菩萨等觉菩萨以这种身份出现要成佛了 在我们这个世界要修学要度化众生了 其实来说不仅仅是这些一般苍王宫里面 这些圣者们都非常高兴 并且这些亲人 知道的这些亲人都是非常的开心 那么当这个摩耶夫人在这里 在南平地园他闭通以后了 然后呢其他的人就把太子送回家庭罗伟臣 送回家庭罗伟臣的过程中呢 这个当时这些施加族的 这些其他的这些静下王的兄弟呀 这些族县王族也死得非常开心 都请这个太子到他自己的宫殿里去住 四个月以后才回到王宫里面 这些整个的回程的场面 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宏大 不仅仅是在整个加密罗伟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 所以这些基石签大韩签 都是这些这些签人 都是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奇特 非常非常不可思议 非常殊胜的事情 反而作为大事情来庆祝 那么这个当然是我们看到 在慧极坊里边对诗凡讽这些根本就没有提到 这谈到是千人归扬 因为这个基石签和大韩签 这个不仅仅是从佛的出生 到后面秦传法 都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不然的话 佛都会直接灭派 那么没有他们的提醒 没有他们在带我们这个三界的众生 请佛诸师请佛说话的话 我们都有可能都听不到这样的过程 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看 在唐义本里边 以及这个康义本里边 都有非常明确的说明 这个也是在我们在了解佛的八家诚道的故事的 这些一般我们统统的了解的时候 这些细节我们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过 但是这些细节它都是 因为这些都一般都是 我们反复众生的灵性智慧的 我们反复的眼睛所看不见的 那么大成经典预约所记诊的 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紧接着 第三个就是出生以后 要视线童子像 童子像或者说视线算计 文艺摄御 博众道术 惯恋穷尽 西大多太子就是顾名菩萨 然后他到七岁的时候 金太王要为他请老师了 我们这个就是七岁的时候要上小学了 这时候我们一样 那么为他请老师期视了一度 顾名菩萨我们知道 他经过无量别的修学 他根本也不需要去再去找随学什么东西了 但是呢也是为了随送众生 随送众生 所以这里说四线 四线算计 四线学算计 学数据 印度人的数学是蛮逆的 所以我们知道 经过道件都是如此 文艺呢 就是这些文艺 诗书啊 这些文化方面 艺呢就是 艺术方面 乐器方面 摄域 摄件 古术 就是中式方面 御 所以他把所有的从小 有接触这些 最好的武术啊 最好的农业啊 最好的算术啊 就是受任务教育 当然说我们看了 当时这个晶败王队 为他找的一位 就是整个 整个印度 学问最高的一位老师 这个在经典里面都有记者 叫 鼻舍 鼻舍密多 这样一位 这个非常有关系的圣者 都请他给太子教书 但是教了一天以后 他不敢教 因为教什么 他都知道 他的本来是太子 给他渴了 后来他就给太子渴了 然后他两个人 在装作多样 做两边 其实就讲装作 其实真的不用读的 他应该读的书 早就读好了 这个就像 黄庆坚 他这一生所写的文章 就是他过去 过去是个写好的一样 所以他在清朝时候 原媒看到黄庆坚的故事 以后都说是 今生读书 皇已迟了 这一生读书都已经看完了 人家都几生 几生之前 都已经把书都读好了 那么这个 后面就是他也是如此 就是他过去 生生世世 都已经跟着修学 都已经是非常圆满 所以他只是四线以下 多重道术 这里道术指的就是 波罗文教的一些先术 他也要等 所以要知彼知情 所以你看他后来说 收的弟子里面 忌住了大量的 包括了三下帅兄弟 等等 这些大量都是 波罗文的首领 先把他们降服 然后他们的弟子 也跟着一起忌 惯恋穷迹 惯就是通达的意思 穷迹就是世间所有的学问 他都通达了 这个意思是 童年童子的时候 又已经是学会了这些 然后到第四个 就是四线那七下 就是要结婚了 由于后援 讲武事意 现出空中 四个位之间 那么前面两句 由于后援 讲武事意 就是在结婚之前 后面两句呢 就是结婚之后 后援呢 这里指的就是 加比罗位成立 卫边的一个礼物场 就是礼物场 然后呢 这个讲武事意 这里就是又传到 这个在 方国大刀眼睛里面 这个谈的简直的 讲得比较详细了 我们知道这个太子 他出生以后 就是在当时要结婚的时候 邻国 邻国叫知丈夫 也叫千丈夫 有位公主叫耶稣托罗 是脖子千香 长得是非常美丽 那么当时这个金干 带马就到太子十七岁的时候 派人就去求婚 那么这个当时这个 知诞国的国王就说 以他们的谈谈 那是要比武的 比武的 那么比武呢 当时这个参加比武大会 就是这个最后援 这个秦弗大宗也参加了 这个兰陀也参加了 这个五百世家族的弟子 都去比武 想把那个耶稣托罗抢到手 那么秦弗大宗过去的时候 后来看到路边 甚至有一套打像 他要先比力气 他一拳就把大宗打死了 那么这个太子过去以后 就是你帮他六十岁 大宗打死大道了 就把这个大宗托起来 就是跑到非常非常远的地方 打他力气 比完力气以后 比射箭 比完射箭以后 比刀枪等等 就是比释下来以后 释迦太子都是第一 像这个的时候 我们有些同学看了 现在这个日本动画片里 看看那个所演的这个 释迦弗仪佛陀 把佛演在那里 好像是微微弱弱小 像一个非常弱智的一个 那种好像是 手无伏击之力 这样一个形象 这个其实是和这个 和佛陀的形象 完全是不相同的 他不仅仅是在这些哲理方面 是在学龙方面 是在当时整个是 明整无印度 东西来表中 明整无印度 并且来说他的武艺 他的这个 驾车的技术 中式的牵扯指挥 指挥努力 都是非常高明 没有任何人能够打批 那么然后呢 就是 智障国 就把女儿就 去派派派子了 那么接触以后呢 当然了 这个中间 中间呢 就是 社会之间 这个就是在 讲到我们一般的 世间的 难以的享受了 当然了 我们知道 这些都是 都是菩萨的视线 菩萨的视线 因为他必须先要跟 普通人一样 然后呢 通过这种方式 发现有的一切 全部都抛弃 都放下 以这种方式 来进行 进行 菩萨的视线 色位 这些就是色指的是 美色的享受 位指的是 美食的享受 我们所说的 实色性 也就是家所谈的 这个都是 我们怀孵 最难被托的东西 因为这个是 我们女生巨人 各种习气 那么 太子四线 菩萨四线 在这里呢 当然他也是 这些作为 日常的生活 当然 我们知道 这个之所以 要做这些 圣迦奥尼佛 就是他在 他在 诞生的时候 其实他在 活用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进干嘛 就找了 阿斯托西尔 来预言 当时阿斯托西尔 他就说是 你这个要生一个 孩子 他是不得了 并且当他太子 出生以后 他看到太子的面相以后 刚才阿斯托西尔 他就 整个地又哭了 然后就说是 这个孩子 要么就是 承转的圣王 要么就是 承绝的成佛 但是那个时期 我已经不再去了 因为 看起来 大概的位置下 他都肯定是要 出家 要成佛的 那么他做这些事情 静泛王做这些 事想让他留在宫里面 所以呢 他先给他找了妻子 然后呢 甚至建了东宫 建了下宫 热的时候 去东宫 鼻鼠 然后呢 冷的时候去下宫 去过 就是一切的物质生活 是非常优温的 不让他接触 未别的僧老便死 不让他知道 未别这些 百姓的生活疾苦 只让他把它 控制这些 物质欲望的享受 男女门色的角度 也建了 希望他能够 但是留在宫里面 这是防止他出家的 但是我们看到了 佛就是 呼名呼善的 他依旧是 见到了这些形象了 借老病死 五事无常 弃佛才位 入山邪道 图成北马 宝贯 因落 遗之内环 舍征妙一 而能够仿佛 弃出续法 专座树下 勤苦六年 勤如所应 随着这个 太子的一千千的长大 当然了 这个他都要 要去出城去看看 因为他生活的一个环境里边 都是基本上 都是静泛 为他设计的环境 前几年 九十年代有一个建议 叫做出门哨 大家有看过吗 什么呢 实际 就是他作为一个 就是一个孩子 放在这个 从小就放在一个特定的电影环境里边 一切的环境都是 这个导演设计好的 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 一个电影 就是他在这个环境里边 他都完全不知道 直到有一天 他哪些人想 那么当时太子所生活的环境里 基本上都是哪样 就是所有都是静泛王 为他设计的 他要去出去的时候 包括当时他要去 出去冲游的时候 想去了解一下 看看未备的世界的时候 那静泛王都是把 沿途就是把街道打扫的 尴尬尽尽尽 路上都是鲜花 都是美女 都是宰哥宰我 就像我们写的印度人出行一样 送绳子 或者迎绳子 你把吹的乐器 这些都是非常的干燃热 但是 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这个经典里边 所记得第一次 第一次他是出动了 出动了 可以见到一个老人 你看他在那个时候 他长得那么大 二十多岁的时候 他都没见过老人了 以为人都是这样 都不会老的 那么这个老人是谁呢 这个老人其实是 地区天人所变化的 因为我们知道 那个是去以 那个时候 更像现在的那些宝贝一样的 总统出来 外国的元首出来以后 李三层 位三层 都是这宝镖 你中间人 都是闯不进去的 你看到的路上东西 路线都给你规划好的 其他地方 你这些俗屋区 你不想看 不想看地方 你永远看不到 想让你看地方 你看得很清楚 那么太子传闻也是如此 就是他往来斯宾 应该看到老人 但是禁居千人 我们知道 禁居千人 为什么要事先 这种形状 叫老人让他看见 禁居千我们知道 这个是色列签里面的 对钢签 也是五不还签 禁居千都是三国 罗汉的境界 才能住的地方 罗汉是最 禁居千 他是最后一生 然后从禁居千 正四国 他再过来软件 是从禁居千 处立三界的 所以这些三国罗汉 他现在是千人的身份 他们想侵法 希望有佛助 就是画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能出现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 老人 病人 宋宾的这些死人 都是他们所变化出来的 从东门到南门 到西门到北门 最后碰到了出家人 沙文 碰到沙文以后 才知道这个世界的五常 五世五常 因为他所见到 生老病 是每个人必须所走的路 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 尤其是这个死亡 对于任何人都是问题的 那么见到沙文以后了 他才蒙发了这种处理之心 他知道修道 问修道的目的 那么沙文告诉他 修道是要处理生死的 是要舍弃时间的一切 求得解脱的 不仅仅自己要解脱 并且要带给一切终生解脱 所以他才弃国财外 入山邪道 放弃了国家 他要进 可能他是太子 要进庄王位 放弃了财产 然后入山 入山里面去学道 所以我们看 我们这个时候 现在都是反的 要求道 我们现在又要求学 我们要去进城里面 去进大学里面 去热闹的地方 去发达的地方 白华的地方 去 而以前这个修道 要去山里面 离人群越远越好 那么当这个 晋范王其实知道太子出门 遇到这些僧老病死的现象以后 他也是非常的恐惧 因为他唯一的孩子 他本身他所做的遗迹呢 都是想把他留住 想用这五遇的享受 把他绑在老公里面 不想让他出家 那么自从回来以后 他就在各个城门 都配了五百一组 守着城门 不让他出去 那么这里我们看到 其实南北团的所挂的 这些释迦国出城的形状 大家都看到 乘着北马斯 从城墙里面撬出去 那其实你看到 古代的城墙是很高的 那马跳下去 就是腿就别掉了 那肯定一头增一下 就跑不动了 其实在这里 我们看到 就是大树经典里面记载 马的四个蹄子 是四大千王扶着出去的 然后有一位叫晋慧千人 他进家比达卫城的时候 他司神通让 每一个受伤的士兵都哄哄于水 谁也不知道 然后呢 太子又在下半夜 就离克尔朗家运的卫城 撑着白马出去 然后呢 自己这种宝贯淫落的衣服 我们看到 现在很多印度人的装饰也是 整个的头上 带着脖子上 脖子上挂的 很多人的整个的家产 基本上都是带着身上的 装饰的非常新闻 宝贯淫落的衣服 让这个车夫 马夫 这个车腻送回去 送回去呢 把这些宝贯淫落 遣之内还 还给近半忙 并且呢 带话 让他告诉耶稣陀罗 感情四不永久的 世界也四不永久的 希望他也能出家 舍真妙衣而得法妇 把这些非常真妙宝贵 非常值钱的衣服呢 都送回去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要法妇是怎么出现的呢 这个时候又是进去天人 进去天人化成一个猎人 化成一个猎人呢 他是提了一些家三出现 我们看有时候我们讲家三猎人 那么当时这个孩子看到这个猎人批个家三以后 他说这个是三世祝福的法妇 怎么批在你身上 这个猎人说是 我不穿这个家三我打不到猎 这个家三呢 一穿上去以后呢 这些小动物都不害怕 我冲着我来 我一见就把他说死了 当然他这个目的呢 主要是为他送加萨人 他说那好 那我拿几件好的衣服 你换这个 换就会加萨 那这个利尔当然非常高兴 他说好好好 马上得把这个加萨就跟他 跟他一次 而这个法妇以后呢 就是自己弃除虚发 把这个头发也剪掉了 不虚也剪掉了 端坐在树下 勤苦六年 行之手运 这个时候呢 就是到这个苦行礼上 苦行礼以后 我们这个当时修苦行的时候呢 后来进大王特意配了 父族方面的三个人 包括教程 然后呢 母族方面的三个 两个人 五个人呢 陪他一起修行 陪他一起修行呢 本来按照古代印度的传统 这些会到的修学 一般苦行是三年 三年就很大 但是呢 当时这个太子 为了让大家能够折腹 就是他也是能使苦的 因为大家想 想到呢 他这个从十几到二十岁 从来不知道 苦行为何物啊 怎么可能能够去 行那样的苦行呢 但是苦行我们看到 苦行的过程 他这个所做的都是 就是比他们一切味道的苦行还要严格 就是告诉他其他这些 修学味道的也好 还是修学佛法的也好 这种苦行他是能够做的 能够做并且呢 苦行他也是告诉他们 苦行也是不就近的 所以这后面的 其实就是他舍弃苦行 舍弃苦行呢 行如所定 就是他所做的一切 所做的一切言行呢 都和他的发愿 都和他的愿力 要度众生 要成佛道 要求解脱 要处理生死 这种目标是相应的 这个就是出家下落 那么我们今天是就到这两个时间 看下后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然后我们下一次的 再来学习这个成道相 成道相里面就是 包括了不同的层次 在无量重心里面 也讲的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在这里 其实我们看到 整个的过程 也都是一个菩萨四线 修学菩萨道的过程 在前面的续峰里面 都已经谈到普贤菩萨的 修学菩萨道 那么这里这一次谈到 然后在后面 谈到阿弥陀佛成佛 修学的过程 也是谈到菩萨道的修学 最后一次谈到菩萨道的修学 就是极乐世界的一些菩萨 日常的生活 怎么样行菩萨道 那么在整个无量寿经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 都是非常完整的一些菩萨道的修学的过程 这个就是这样的菩萨道的修学 对于我们这些菩萨道的修学 以及对于我们今天这些事的内容 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在一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明天有一千的共修 早上九点钟开始 最期的话 大家